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他是说他吉土出生于旭月 吉土出生于旭月 他这个应该是得利声望吧 有户土劫财是不是就不好了 用神是不是丙火 各位在这一边 他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他假如说他是生强 他假如生强的话 他怎么会用丙火印呢 我们都知道生强要克蟹 结果他竟然用丙火 所以这个就是在学理上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一个特质 我们可以知道 他就是壬水生甲木去克户的 第一支就是以牧去克户的 还剩下一个户 各位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八字 他要不是有这个文化 这一个甲木是直接会克杀他的吉土日主 在这一种情况下 反而他就会变成很差 所以其实各位 就是因为有这个户土存在 有这个户土存在 他甲木才不会直接去克杀日主 所以反而要论断是什么 他的官运算是不错的 很多人就会来 为什么他会说他的八字是要丙火 其实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用钱 他自己的经验来去推论 可是实际上我们就会知道 他的问题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户土只要一不在的话 他就会产生日主受克的现象 我们就会知道要怎么让户土不在 当然就是用癸水 这是最快的 癸水是最快的 再来 一个户土他只能讲一个甲木 这时候再来一个简木 他就会直接克杀吉土 同样的再来 他也是一样会打准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说 其实在五行派来讲 他所重视的就是五行僧克 所以透过五行僧克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一些都算是他的一个祭神 都会让他产生日主受克的现象 其他来讲 其实就五行算说是都可以保护他的日主 都可以算说是保护他日主 不算太差的一种情况 当然有一些可能 他只是没有造成日主受克 我们可以来看说甲乙 过来丙 丙的话 我们会知道 任水生甲木生丙火生物土 这个其实算很好 丁 丁任一合 他的财心就不见了 物 会有太大的问题 物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吉呢 甲吉一合 古克的水 所以就会变成是什么 做财的一种效果 耕也不错 心没有太大的帮助 任 家旺他的水 鬼就是不行 所以其实各位 他还是各有所谓的一个 五行流通上面的不一致性 所以不见得 我们这边只是单纯的讨论 他有没有日主受克 这三个就是他主受克里面 最担心害怕 像这一个我们有讲 这个是财运上的不好 这一个也是财运上的不好 他也顺便的让他的官运不好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 因为所问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喜记用神不见得会一样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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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